真的會改變面向嗎 好 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人成年以後 小孩子不講 你成年之後 身上有些事情是不能改的 舉個例子 五官的大小尺寸形狀 這比較沒有辦法改 或者骨骼身高 不可能說運勢好 你骨骼你就變成變比較高 或是運勢不好就變比較低 當然那例外 例如說老人家會短了一點點 那一種都不說 基本上像這些是不會改的 尤其像耳朵 尺寸大小形狀都不太會改 這是屬於不會改的部分 那會改的部分是什麼 就是我們講的氣色 還有毛髮 還有臉上的皺紋 這些就還有肌肉 這些就屬於會改的 那現在我們講了 隨著運勢會改的 主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就是氣色跟精氣神 就是你的神態 會隨著你當時的運勢的好壞會改 我們常說現在運勢很好 因為覺得滿面紅光 神清氣爽 覺得變得越來越年輕了 如果說你最近壞運運氣不好的話 你就覺得整個氣色暗沉 這個青筋浮現 或者說整個甚至會掉頭髮 他看得很衰老 這是隨著運勢 是確實會改變的 最重要就是氣色 還有我們講的精氣神方面 確實是會改的 那哪些手面向的女人下半身會更幸福 下半輩子 不要下半身 不要下半身 下半輩子 都要嘛 下半身就代表 我們都要 我們都要 對 我們都需要 我們不是小孩 今天的來賓很實話實說 他一點也不貪心 他要下半身跟下半身 都幸福 好 以這項主題來講 我列出人相學的四項特色來講 四項 任何一項都算了 我們可以向第一項 第一項呢 我們有一句話叫做 女人看血 男人看精 男人看精 女人看血 男人看精就是看眉毛 這個我們 因為今天的主題跟男人無關 我們暫時不講 我們主要是講女人看血 就是女人看血氣旺不旺 血氣如果旺的話 一生就說有始有終 到了不管你年紀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發生任何的現象 可是到了你的終晚年 都是非常的順利成功 結局非常的好 血氣旺怎麼看 好 所以我們講 女人看血氣旺看哪裡 因為血我們不可能割下來看 好不好 主要就是看嘴唇 就是不要擦口紅的話 嘴唇不要蒼白 蒼白就是血氣衰 平血 口紅就是 不要不擦的狀況下 嘴唇很紅 或者頭髮很密 那不是乾火旺嗎 我都不擦口紅的 當然這個要中醫來判斷 中醫還是要來判斷 我乾火旺 基本上我們 是浴火旺吧 寧可嘴唇要紅 不要蒼白 不要青對不對 那頭髮也是 寧可不要稀稀疏疏的斷了 寧可到了中腦 很濃很密 這就是血氣旺 法是血之魚 另外一個看肚臍 當然肚臍 我們不可能剝開來看 所以在臉上來看 通常看嘴巴 頭髮這些可以看出 一個人血氣旺不旺 好 那麼女人 如果血氣旺 剛講一生有始有終 不管她怎麼樣 她到中老年照樣是成功順利 尤其是錢財 因為血氣又是看子女 子女運 錢財運都會很不錯 這是第一項 好 我們看一下第二項 第二項我們手項來看 因為臉上的血用嘴唇看 那手上的血看哪裡呢 第一個 手掌常溫 就是不管春夏秋冬 你不要 我看有些女孩子冰冷的 到夏天都冰冷 這是你們攝影棚 這是攝影棚 不是我們冰冷的 對 受到影響 經常沒有對不對 攝影棚太冷 冷氣太強不論 那我們就看下面一項 下面一項就是 太陰秋不可獻 太陰秋是我們手掌的這一塊 這一塊叫太陰秋 也叫月秋 就是看女人的血氣 你說小拇指下面嗎 小拇指下面這邊的這個地方 不要獻下去 怎麼可能這地方會獻下去 獻子的話都沒有肉的話 你就是獻子 這個肉還是一樣 但是你沒有獻下去吧 和中間來比 這樣沒有吧 不會 沒有 跟中間比 中間比 那沒有 你這樣沒有獻下去 就表示你在以手來輪的話 一樣的跟剛才的臉 一樣的意思 有始有終 到了中老年運氣照樣好 那手掌 尤其也是看錢財 看你的手腕 賺錢的手法 所以你如果這一項 第二項的話 表示你中老年 錢財不錯 還有感情運 因為我們講手 也是代表感情運 就下半身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三項 第三項呢 這是我想今天是針對的 我們兩位貴賓都有的 第一個是橢圓臉 額旦臉 對 額旦臉 因為我們臉有些人是方形的 有些圓形的 另外還有另外什麼國字臉 田字臉 甲字臉 各種臉 但是女孩子如果是橢圓臉的話 他優點是溫柔體貼 但是他非常有耐心 或者說他比較能夠吃苦 所以女人如果說你看像這樣的 橢圓臉 橢圓形的臉 因為他加上一個山庭均等 山庭均等就是額頭 然後這是上庭 眉毛到鼻子是中庭 鼻子以下叫做下庭 山庭均等表示一身中平順 尤其是下庭 我們講到看中老年以後都要看下庭 如果說能夠照到這一點的話 那是一生中的結局圓滿 就是說這時候就不是只有 只感情了 桃花 還有子女也算 錢財 事業各方面都會順利 所以這樣兩位貴賓 剛好就是完全完整的 前面也是有 因為前面的手 我沒有去摸我不知道 那給你摸一下 等一下 你不要欺負老人家他受不了 清朝人受不了 我們看一下第四項 第四項就是完全看下庭 剛剛講上庭 中庭 下庭 下庭就是鼻子以後 鼻子以下 最重要的器官就是嘴巴 所以我們這一項就是看嘴巴 嘴巴要怎麼樣呢 口型完美 就嘴巴不要歪不要斜 甚至結局微微的看著 像微笑 上翹 然後牙齒要整齊而潔白 這也是代表健康 代表幸福 那嘴巴最重要代表老年運 還有子女運 還有愛情運 嘴巴跟愛情運非常重要 所以這幾項 你說都有的話 當然就表示你這 後半身更幸福了 都有 都有 好 四項 任何一項都算 好 謝謝 問一下宇文說 妳最近跟女兒一起圓夢學 寒流的舞蹈 黑色 黑色 對 來 看一下 看一下 其實因為我女兒 兩個都是妳女兒 兩個 我有兩個 一個九歲 一個六歲 我們就是學黑色 因為他們很喜歡黑色 好可愛喔 妳是前面穿黃的那個嗎 這是我小女兒 我是C位 我再說一次 我是中年版基屬 我是團長兼經紀人兼金主 為什麼我會跟他們去學 其實大家可能 大家對好媽媽其實有一種定義嘛 可能要做飯啊 送他們上學啊 可是我是比較像朋友的媽媽 喔 真的 我是會跟他們一起 他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我很奇怪就是 他們做什麼我就會覺得 我想要跟他們一起 妳要給他一個榜樣 就是說媽媽也可以學習 對 而且他們一開始都說 媽媽很老 妳不要加入 我就說 不行 我出錢了 我跟你講 她要小心一點 新二代或者女明星的女兒 最怕的一句 最重傷的話說 妳沒有妳媽漂亮 對嘛 她還要想想看 媽媽雖然老了 但以前還是個大明星 啊 沒有妳媽媽漂亮 哎唷 這句還好傷的 這句 兩個都傷到了 兩個都傷得到 孩子也很傷 手心手背都是肉 還滿有勇氣的 就是還跟那個女兒玩在一起 我就是會覺得說 追求夢想 是永遠不嫌晚 因為我以前是完全不會跳舞 然後我們的工作 其實如果要跳舞 我就不要接 我就怕了 對 那有一點同手同腳的感覺 你知道我現在 被那個小朋友笑 我會覺得無所謂 沒有 我覺得妳真的要跟孩子 還在一起 像最近不是流行那個什麼 王欣霖的愛妳 還有比利姐的什麼 什麼都不必說 我有拍影片 而且那個流量很大 重點妳知道嗎 誰是我的老師 我女兒耶 我被她笑死了 可是妳知道嗎 那個過程就是兩個 很享受妳知道 好好笑 好好玩 我覺得要跟孩子當朋友 就不用活在別人的框架裡 所以兩位真的就是 越活 年紀越大 越活越自在 年輕人 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持點迷津 從躺平族變成人生勝利族 跟著星象 趨吉避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 大師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點數官方粉絲團 按綿